赵丽颖机场两万块包包被蹭坏,她转身回应三个字,网友,活该你活。 赵丽颖如今可以说是国内的小花第一梯队的人物了,回想起过去赵丽颖一路走来,都是从跑龙套的小角色走来的,想起来娱乐圈还有一个人也是这样,就是谢娜,曾经拍了很多丫鬟,一路走来也不容易,怪不得和赵丽颖会成为好朋友,看来是因为经历相同。 而赵丽颖虽然如今赚了钱,也不忘初心,总是做慈善,不仅如此,还给自己的家乡捐款修路,但是没想到施工方偷弓箭料导致这条路还是不好走,但是这一结果却让赵丽颖承担了,当初很多赵丽颖的老乡埋怨赵丽颖前出的少了所以路没修好,赵丽颖也真的是欲哭。 她也很忙也有工作,总不能坐在路边每天看着施工对施工吧。 而赵丽颖除了给家乡修路,剩下的钱都会给父母买吃的用的。 小赵丽颖真的是个很孝顺的女孩子了,但是赵丽颖对于自己,倒是没有想很多娱乐圈里面的人一样,非要追求什么名牌奢侈品,而赵丽颖少有的几个上万的包里面。 其中有一个,因为在机场,粉丝给她接机送机的时候不小心蹭坏了,皮子挖花了,但是赵丽颖却没有生气。 当时蹭坏了这个包的粉丝环有些不好意思,不知道该怎么办,而赵丽颖似乎是没有多想。 为了安抚粉丝,只是转身回应了三个字,不要紧。 赵丽颖真的是人美心暖的小姐姐吧?网友对于赵丽颖的这个举动纷纷表示,活该你能这么火。